在过去的几天里,我不知道该如何打招呼,因为我不能说早上好,也不能说下午好或晚上好。 我不能,这是真的,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一天并不好,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一天更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 我现在谈论我的公民,乌克兰公民,他们以捍卫自由的最终代价来捍卫彼此。 我很高兴我现在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,我很高兴感受到这种情绪,团结一致的情绪。 我很高兴我们今天统一了,与你们所有人,所有欧盟国家。 但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,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悲剧。 对我,对每一个我们国家的乌克兰人也是。 我的意思是,这么高的代价,非常高的代价,成千上万的人被杀。 两场革命,一场战争,五天全面被俄罗斯联邦入侵。 我没有把这张纸上的文字读完,因为在我的国家,纸上谈兵的阶段已经结束了。 现在,我们正在面对现实,我们正在面对被人杀害的现实情况。 而且,我相信我们今天正在为权利、自由和与你们一样平等的愿望献出生命。 我们正在失去我们最好的人,最强大的人,最有价值的人。 乌克兰人真是不可思议,我们经常喜欢说我们赢得了所有人。 我很高兴你们不仅在谈论他,而且可以看得到。 我们确定,我们将赢得所有人。 我敢肯定,我们正在努力争取让欧洲选择乌克兰。 这就是我们将要去的地方,我们要去的地方。 所以我想听听你们对我们的看法,你们已经听到乌克兰对欧洲的选择。 现在我有一些时间,因为现在刚好没有导弹袭击和轰炸。 今天早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悲惨的一天,两枚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城市哈尔科夫。 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,而且他们总是很友好。 那里有二十多所大学,他是我国拥有最多大学的城市,那里的青年很聪明。 人们常常会聚集在我们国家最大的广场,自由广场,所有的庆祝活动都在那里举行。 这是欧洲最大的广场,这是真的,这被称为自由广场。 你能想象今天早上有两枚巡航导弹击中这个自由广场吗? 死了几十个人,这是自由的代价,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自由而战。 尽管我们国家的所有大城市现在都被封锁了,但没有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国家,并干预我们的自由。 相信我,从今之后,我们国家的每个广场,不管他以前叫什么,他将被称为自由广场。 没有人能够打垮我们,我们很强,我们是乌克兰人,我们渴望看得我们的孩子活着,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想法。 昨天,有十六名儿童遇害,一次又一次,好经总统会说这是打击军事基础设施,可是孩子们是在军工厂工作吗? 他们与坦克和巡航导弹有什么关系呢?就在昨天,他杀了十六人,我们的人民非常积极,非常之积极,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权利而战,为我们的自由而战,为了生活,为了我们的生活而战。 我们也正在为生存而战,这是我们最强的动力。但我们也在为成为欧洲的平等成员而奋斗。 我相信,今天我们向所有人展示了我们真实的一面。有了我们,欧盟将变得更加强大,这是肯定的。 没有你们,乌克兰将变得孤独寂寞,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实力。我们已经证明。至少,我们和你们完全一样。所以一定要证明你们和我们在一起。一定要证明你们不会放弃我们。一定要证明你们确实是欧洲人。 然后生命将战胜死亡。光明将战胜黑暗。荣耀归于乌克兰。 我们才能消而合多少也是。 如果我们全部周达隆一个无瑚大 Devi时能过载马的节目。 你 Yum.